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評審委員 還有我們參加的學校帶隊老師 還有我們各位來賓 我們參加的各位同學 還有我們在場的各位嘉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今年是我們第二年舉辦這個 時尚一個總秀 那今年我們的主題是 鎖定在時尚晚宴的一個彩妝造型 那我想如果在南部我們來看的話 大家聽到鎮修科技大學都知道 以往鎮修我們辦公學院的部分 大家都豎起大拇指 鎮修工專辦的工科 真的是有名 那大概從民國98年開始 我們創立了這個生技彩妝協會協程 然後開始呢 我們引入了我們的時尚美學 彩妝造型 然後創意的部分 然後這個校園裡面突然呢 感覺好像變活潑了 因為很多我們的一些家長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學校突然辦起這一類的活動起來 因為這個好像以前在鎮修科技大學 沒有辦過這一類的活動 那我想呢 這是我們的生技彩妝協會協程 從98年在我們校長的大力支持下面 我們就成立了 然後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那非常謝謝你們來這邊參加我們舉辦的比賽 那預祝每一組的同學 你們可以得到很好的名次 但是在我個人心中認為 你們只要可以上上這個獎台 你們都是贏家 那祝各位身體健康 謝謝 這次他們學生 有沒有想要的主題 做這次到位有沒有 他們的設計 他們的設計 跟他們設計主題有沒有到位 基本上現在的學生就是 他們的創 他們的創意性都非常的好 其實都有達到所謂的他們的那一種 所謂的主題 跟他們的主題概念有沒有很符合 這很重要 而且都有發揮到所有 年輕人該有的創意的想法 很好不錯 希望這種精神繼續下去 這次平凡標準 跟身體彩繪有沒有裂在裡面 身體的彩繪有沒有裂在裡面 這個部分可能還要再多加強一些 因為這個部分都會是 會呈現於落掉的感覺 但其實我相信 我相信學校老師都會教得更好 一年比一次更好的 他們這次的髮型創意做得怎麼樣 做得 還就是在他們的大專院校裡面來說的話 算是及格的 對 而且呢他們的創意是無限的 希望學校能多辦這些活動 能激發一些這些大專院校的學生的創意 跟他們的美感 那他們這次的髮型 那他們這次的髮型 能夠搭配起來嗎 有幾組是ok的 可是還是有一些還是需要再加強一點點的 對對對 可是整體上面他們趕出來比就是第一名了 好 謝謝 好 恭喜頒獎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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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